全国中小学明天展开长达一个月的寒假 教育部统一出了一份作业 小学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都要写一份 为爱剧读学习单 那么这个学习单结合了时下当红的甄嬛传 还有这个航海王 还有灰太狼 有些学生觉得非常贴近生活 其实也蛮简单的 但是呢 还有人质疑说 小学三年级就要来反读 会不会太早了呢 长达一个月的寒假开始了 结业时候台北西门丁挤满了 穿着制服逛街的学生 面对时尚第二场寒假 有人要K书 有人要去玩 不管计划为何 今年他们都要写教育部首度出的 为爱剧读学习单 学习单里的主人翁 都是学生熟悉的卡通或戏剧人物 以高中版为例 背景是庆祝雍正生日 安丽荣拿出有色小药丸 结果被李组长发现的故事 学生看完得作答 选项里提及的毒品对健康危害 吸毒是违法的基本常识 都让学生觉得太简单 而这样的内容对剧毒到底有没有帮助 绝大多数学生觉得效果不大 带吸的就一样还是会吸啊 就没有什么用 一定不到啊 想吸还是会吸啊 不想让寒假成为毒品趁虚而入危险时机 教育部首度出剧毒学习单 也希望孩子能和爸妈一起讨论 只是访问过程也发现 有的人根本没收到 还有人昨天就写完交还给老师了 警察会审志明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